這個很恐怖的生活 是不是什麼意思 下鼓啊 那個是真的啊 各位 你不會想體驗的這樣 就讓你瘋掉了 坐在公園長椅上行得 有點垂頭喪氣 雖然走在連串泰國事件後 終於手都露面在媒體面前 我以為那是我親戚家 結果不是了 整個普吉島變成一個 很像一個大型實境節目一樣 以我為中心這樣 很像是一個精神時光屋的感覺 反覆想要逃走 反覆死了很多次的感覺 在之前的直播 就多次提到泰國經歷 就像地獄一樣 雖然左更是描述自己疑似 遭到非人待遇 進到醫院還被無依攻擊 醫院裡面是有傳出說 是有被打的狀況 沒有 首先他把我綁在床上 給我施打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藥劑 能量轉換的事情 無法聯絡大使館 無法聯絡我任何一個親朋好友 詳細內容還要賣關子 說下次再講 雖然左透露自己總共去過 兩間醫院 但是回想起來都會很痛苦 而他到底去泰國做什麼 外界也相當好奇 拍很多很厲害的片子 還沒公開一樣 有點像是當管理階層 加建營自媒體 脫水節還有跟警察有關的一些片子 想做什麼隨他開心露面 大概二十分鐘 講了不少資訊 最後在昼幕迴迴向 邊講日文邊離去 整件事情物理看花 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 TVBS新聞 陳盛文 李宇哲林文 SV小組 台北倉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